北京时间9月25日凌晨,国际组联版奖礼,第一个奖项归属萨拉赫,他在英超赛场连续过人之后,进去利右侧左奖的弧线球破门,成为了年度最佳,而随着萨拉赫成为普斯卡时奖得主, 也意味着,未能来到现场参加板奖礼的巴萨球星梅西,职业生涯第六次无缘最佳进球,此前,比非公布国际足球最终三甲候选,让人意外的是,梅西居然无缘前三,要知道,埃根廷人上赛季,至少还有一座国王杯和一座西甲冠军,而进入最终候选的萨拉赫,却没有任何冠军加免,而且世界杯小组电底出局,提前无缘, 在国际足球后,梅西唯一能够争夺的个人奖项就是最佳进球了,在世界杯小组赛面对宁利亚一战中,梅西公如的精彩一球,入围了今年普斯卡时奖的争夺,当时,梅西飞速奔跑中侧身拿球, 从卸球到射门得分一性呵成,弹春快速反击的佳作,虽然此球从停球到射门,思思入口,难度极大,但从观赏性和冲击率而言,显然不具备冲击年度最佳进球的实力, 而最终当选普斯卡时奖的萨拉赫,进去独闯龙潭,闪闯罗伊,脚下技术与射门质量极高,并且占据了总投票的三成以上,也是实质名归。 错过今年的普斯卡时奖后,梅西已经八年内第六次入选,然后第六次无缘,目前,普斯卡时奖共有十位获奖者,分别是斯伊罗、阿尔滕托普、内玛尔、密罗斯拉夫、伊布、杰罗、温德尔利拉、马伊兹苏布里、吉鲁和金瓦德辛克的朱萨拉赫,而梅西迄今六次入围,全部顺利,不禁让人唏嘘。